有人上当吃可以一生都不会有 那是愚痴到了基础了 所以学府要想得佛报 第一个 决定不可以与一切众生结缘 愚痴一结不一结 愚痴总要化出 欠命的要还命 欠债的要还钱 我们甘心情愿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孽云 不怨天不由人 知道是自己的夜暴现成 化解这些 佛报 就是从心底里头做一个转变 转悟为善 转迷为悟 纵然有定义 古报也会减轻 我们念头转了 所以说 这个重报转轻 轻报了 就化解了 这个事情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一念真诚之心 真诚 能与祝福菩萨感应到脚 真诚 能感动天地归神 所以我们过去 造作罪业 做错事情 不怕 怕的是你不回头 怕的是你不觉悟 古人讲得好 人非以圣贤 数能无故 过去 没有读圣贤书 不明圣贤的教诲 在家父母没教导我们 上学老师没教导我们 我们造作一切我业 这可以原谅的 佛在无量寿经上说了 不足怪也